我實在八十多歲才知道 這樣做的隔水蒸雞真的好過份 好實到有點過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我們莫名高祖的特色美食 竹鹽隔水蒸雞 首先去馬路邊上的一條巷子 撿個靚雞回來 然後再用它八二年或者七六年的滾水 幫它沖過滾水糧 這個隔水蒸雞好實到有些過份的關鍵 就是放一包這個竹鹽焗底粉 它保留了食材的原則原味的從事 又增加了它該有的竹鹽味 會給你一種融入一片竹鹽的感覺 接著再加一盒本地純鎮花燈油 我每天都這麼用心教大家做菜 可不可以給個小紅心鼓勵一下呢 這粉絲的手 將它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涂抹乾雲 醃它三十分鐘 令它充分入味 水滾了之後就將醃好的雞放下去 然後開大火煮它二十五分鐘 哇 一打開開門 滿屋都是竹鹽和雞的真香味 真是很棒 來 讓大家看看汁水多不多 各位 這就是我們莫名高洲 排隊兩小時都未必吃得到的 竹鹽隔水蒸雞了 趕快試一下 穩陣